云冈石窟的第九窟 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 共同执政时期的太和盛世 在这座洞窟前世的腰壁上 陕子本生的故事已经存在了千年 至孝仁慈的陕子 独自供养年迈失明的双亲 但有一天他在河边积水时 被打猎的国王误伤而死 父母知道了陕子的死 痛哭不已 这不是哭天寒地的形状在这里 然后下边的故事在后头 后头那一幅 就是说陕子在去世了 已经死掉了 于是国王领着陕子的父母亲 到扇子身边去看他 那是那一幅 以后全部分化了 佛祖知道了这件事 被陕子的孝心打动 便派天王赐给他重生的妙药 一旁的国王也被感动 此后他的王国里 人人奉行孝道 孝道 这个汉文化里至高至上的美德 被曾经游牧的鲜卑人 刻画在自己的皇家石窟里 在他们羔羊的文化旗帜下面 隐藏着那个时代 怎样的政治寓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屋子里敲着鼓点的人 叫胡远顺 是个退伍军人 以前 胡远顺在部队的军乐团吹长号 部队离大同不远 一个偶然的机会 胡远顺接触到了云钢锣骨 骨非常的有震撼力 沈默元打破天门阵 出来非常震撼 我就觉得好像很震撼灵魂的那种感觉 胡远顺退役以后 没有回老家湖南怀化 而是继续留在大同 跟艺人们学习云钢锣骨 云钢锣骨的起源非常早 据他的老师说 在云钢石窟开凿的北魏时期就有了 那个时候 统治北魏的鲜卑人 喜欢音乐和舞蹈 特别是那个铁腕的冯太后 公元481年 冯太后 这个掌控北魏16年的传奇女子 已经39岁 这一天 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 来自前方的捷报 北魏军队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大败南旗 俘虏了近三万名南旗士兵 此后南旗军队节节败退 这场战事之后 南北之间以淮河为界的态势得以稳固 大规模的北伐和南征都掩齐西谷 双方前史通好 南北朝迎来了十几年和平发展的时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云钢石窟中阿尔佛并坐的形象多了起来 两个佛坐在一起 连面容和表情都很相像 难以分辨 阿尔佛并坐的政治含义是相当明显的 他们分别象征着北魏年幼的孝文帝拓跋洪 和操控皇帝的冯太后 王衡是云钢研究院的文博研究员 他沿着武洲山仔细地数过 云钢大大小小的石窟中 阿尔佛并坐的造像一共有385处 是云钢石窟佛像组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石书记载 冯太后经常让大臣们为孝文帝讲述 先背拓跋步历代先帝的铁血征服事 告诉孝文帝 这些杰出的帝王结局都非常悲惨 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或死于非命 而国家和政权也因此动荡不安 他专门为孝文帝写了劝戒歌和皇告 提示托拔洪作为一个天子的诸多准则 他希望孝文帝实行文治之道 向汉文化进一步靠拢 冯太后就这样把控和塑造着孝文帝 那么第九窟里陕子本身的孝道故事 就不难读解出佛教之外的用意 那就是儿子对母亲的敬意和尊从 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想要像汉人一样 建立王位的嫡长子继长制 为了防止后宫干政 他立下了子贵母死的残忍制度 拓跋跃赐死了太子拓跋寺的母亲刘贵人 等到拓跋寺当政之后 又刺死了太子拓跋涛的母亲杜氏 而拓跋涛当政之后 太子拓跋皇的母亲赫氏也被刺死 但北魏的皇帝们怎么也没料到 文成帝拓跋郡去世以后 出现了冯太后这个政治强人 她的出现使母后公开听证成为定局 而且这种政治现实还被以象征的方式 刻画到了云冈石窟 从现实意义上讲的是 文成帝去世之后 宪文帝继位 当时宪文帝很小 于是冯太后催恋听着 当宪文帝兄位以后 孝文帝继位 孝文帝更小 冯太后继续垂帘听着 于是在中国北魏政治上出现了 两位掌持政权的圣主 一位是太后一位是皇帝 在政治上形成二组 这个共同执政这个局面 公元483年 北魏孝文帝拓跋红已经16岁 就在这一年 冯太后 其实严格说起来 她已经是太皇太后 仍以子贵母子为借口 逼迫拓跋红杀掉刚生下太子的宠妃 并且顾忌宠衍 把太子放到自己身边抚养 将年轻的皇帝 牢牢掌握在手心里的冯太后 并非平庸之辈 她以一贯的雷霆手段 推动着北魏的社会变革 这些改革发生在北魏孝文帝的太和年间 也被称为太和改制 公元483年冬天 冯太后首先拿鲜卑人的婚姻习俗 小式牛刀 下诏严禁同姓同婚 当时鲜卑人在婚俗上 还留存着古老的群婚制的尾巴 比如近亲婚 完全不计辈分的乱婚 早婚等等 特别是同胞兄弟姐妹 或从兄弟姐妹间的同性婚 接着冯太后又下达 颁奉禄诏书 向以往靠战功赏赐 和抢掠过日子的百官 发放奉禄 并规定官员接受奉禄后 如果再贪一匹布 一头羊 就处以急刑 北魏自从太晤皇帝拓跋之后 战争逐渐减少 赏赐也越来越少 甚至不足以让官员维持生活 一些官员便自谋财路 他们横征暴敛 纵监纳会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观察 史书记载 官员们到周郡任职 出来直编丹马 翻去从车时辆 特别是那些皇亲国旗 享有多种特权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治以后 北魏朝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清明的政治气象也反映在云冈 被称为云冈中期的石窟 有了迥异于以往的风格 云冈约有11个洞窟 是在冯太后和拓跋红共同执政时开造的 和早期石窟相比 无论是形制还是工艺方面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到了中期 云冈石窟早期那种巨大的造像少了 原来的简洁粗广 被精美细腻的风格所取代 云冈石窟的第七窟和第八窟 就是一对双窟 双窟具有对称的结构特点 仍然是北魏二圣政治格局的反应 尽管风化得非常严重 但在沧桑破损中 这两窟仍能让人发现 当初令人炫目的精美 无论是它们在各自后世的拱门上雕凿的 那被美术史家称为东方六美人的 供养天人雕像 还是那源自印度教的 三头六臂的摩西手罗天 五头六臂的纠摩罗天 以及明窗上雕刻的供养菩萨 都是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精品 伴随着鲜卑人在政治上的汉化 云冈石窟在艺术上的汉化也更加明显 这种雕刻着飞天捧团联图案的平齐藻景 是汉民族的木结构建筑 常常用的屋顶结构 现在它出现在云冈石窟 取代了早期那些从鲜卑人居住的毡房 获得灵感的穷炉顶 洞窟里的审美就这样隐约呼应着洞外的时代 云冈石窟第七窟和第八窟这对双窟的西面 显得坦荡空旷 这里一共开造了五个洞窟 也就是第九窟到第十三窟 因为辽金和清代曾对洞内的造像 进行过装饰彩绘 形成了一个华丽典雅的整体 于是人们常常将这五个洞窟合成为五华洞 五华洞外面的防北位建筑结构的木质阁楼 是2015年大同市政府为了保护洞窟里的雕塑 重新加盖的 五华洞原来的钱币采用了古希腊店鱼那样的廊柱 这种两柱三开间的外壁结构形态便于采光 减少洞窟因进水而产生的潮气 它还方便开造洞窟时石头的外运与清理 五华洞的希腊建筑痕迹随处可见 比如第九窟拱门与明窗两侧佛刊的支顶侧柱 就有着古希腊神庙大殿柱头常用的爱奥尼克式表现 这是佛教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在历史上有着相互借鉴与静润留下的印记 第九窟前世的东壁和西壁是两堪一殿的结构布局 也就是下边两个佛堪上边一个宫殿 这种安排具有非常稳定和谐的构图效果 穿过带有模拟宝珠装饰的拱门 来到石窟的后世就可以看到后世里已坐佛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第九窟那样的宫殿 而是以佛教的圣山须弥山做题材 在长不足三米高不到两米的狭小空间里 安排起伏的山卵 古树和动物 第十窟的花草横梁和第九窟的一样精美绝论 在精细的花草图案中间 也雕刻了六个莲花门簪 花边层层叠叠 第九窟和第十窟里一堪二佛的布局 映射着洞窟之外北魏太和年间的政治格局 在洞窟之外的世俗世界 冯太后和孝文帝正越来越深入地进行着他们的改革 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之一 就是君田令 北魏时期的中国北方真正的村庄很少 矗立在田野上的是一座座城堡和土围子 坚实的堡垒后面生活着几十户上百户人家 城堡的首领叫宗主 他拥有自己的武装 占有大片土地 这些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宗主割据一发 公元485年 地方豪强的森严壁垒被打破了 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意志诏书颁发到了北魏各地 诏书痛切的陈述贫富之间的不平等 说皇帝希望天下太平 百姓丰足 因此要把天下的田地平均地分给百姓 这便是著名的军田令 太和年间的一系列改革 让历经了长时间混乱和破坏的北方地区逐渐稳定 经济的复数汇聚成文化的璀璨方华 鲜卑人源于自信的金融并包 专化成了艺术上不拘一格的独创性 云钢石窟第十一窟的中心塔柱 据专家考证是经过辽带补雕的 迎面所看到的是一佛二菩萨像 一左一右 两个邪式菩萨 有修长的身材和漂亮大方的装束 他们的衣纹质感清晰 栩栩如生 他们的面部平静朴素的神情中 流露着自信与高贵 在西面的墙壁上 一个接近八米的乌形佛堪下面 雕出了现在佛 释迦牟尼 和他之前的六位过去佛 象征着佛教漫长的历史 魏碑体是一种介于汉晋历书 和唐凯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 提到魏碑体 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隆门石窟的碑客 但魏碑真正的起源是在平成 太武帝拓跋涛在位的时候 崔浩等奉赵转修国史 成书有三十卷 他让人把国史铭刻在石碑上 放置在大陆两侧 他那时所使用的多半就是最早的魏碑体 崔浩没有想到他的国史可能忠于史实 但充斥着拓跋先祖习俗陈旧 相互残杀的内容 触怒了鲜卑贵族 给自己招来了杀神之祸 崔浩被诛杀 但魏碑这种新书体 却已经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 云岗石窟现存北魏造像提记三十一个 武华洞的第十一窟东壁上层南端 太和七年的一块提记 是云岗石窟中 实践最早文字最多的造像提名 该提记书体端朴高谷 技巧于拙 点画多变 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彪悍 又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 是卫碑书法的精品 一个原本没有文字的密 在学习和接受汉字的过程中 并不拘泥于传统的专利 而是自信地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书体 如果说 第十一窟留下了未卑体早期的印记 紧挨着它的第十二窟 则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音乐风貌 有人把第十二窟就叫做音乐窟 幻武扑面 中文字幕里面 他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一个乐队里边 我们看到用了三支吸腰鼓 而且它有大有小 还有中厚 如果鉴于在一个组合里头 使用三支鼓 而且鼓的形式 都不一般大 这样的编制 它有它特定的 在音色上头 有特定的一些考虑 就是说 是不是已经考虑到 这种正鼓 合鼓 就是说是有一种 合音的这样的音色分配 这个庞大的乐队 不仅配器复杂 而且还有专门的指挥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一村 这就是我们平时 大家习称的叫指挥 他在这个乐队里头 只有他没有拿乐器 但是他是扭腰爽挂 整个的身体是一个舞蹈的状态 双手合掌 两个食指相搏击 它是在做一个弹指的动作 这应该说是一个秋辞 舞蹈的一个典型特点 就是弹指 中国古代 弹指为节 是依靠弹指发出声音的 作为这个庞大乐队的一个指挥手 第十二窟的音乐形象 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虽然远去 但给后来的人们 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 几乎每天 胡远顺都要来到排练室 练习打鼓 他在大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 在这里结了婚 成立了一家裸鼓艺术社 目的就是想把云钢裸鼓 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曲目达到上千套的曲目 光套曲就是一百四十四套 大套曲 每一个套曲能达到四十多分钟 小曲子吧 就是好几百个 它是多声部多层次 像娇小乐式的同时出现 前中国音乐学会主席 吕俱老先生 曾经赞美他就是交响乐 就裸鼓交响乐 称其为裸鼓交响乐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是一点也不为过 云钢裸鼓时缓时急 重重叠叠 在这样的裸鼓里 卑微那遥远的历史 那动荡与激情 似乎在回响 胡远顺有时候会去云钢 去第十二窟 去看云钢裸鼓曾经辉煌的年代 老师给我说 这个鼓大约取 北魏时期 北魏距今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像在我们云钢石窟 第十二窟的音乐窟中 我们就看到好多打击乐器 给我老师这个鼓是非常相像的 近似的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鼓 就跟这个鼓是非常非常相似 这个就感觉他们是 意脉相成吧 应该是这件事的 每一次 胡远顺站在音乐窟里 他内心的责任感 就被激发起来 他觉得 无论如何 自己都有意义 把古老的云钢锣鼓 传承下去 开设的时候 我这是喜欢 到最后我就觉得 这是我的责任跟义务 我必须去这么做 因为这个是个 中国好几千年的文化 如果说它流传不下去 我觉得我的罪很深很大 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说 我一直也想把它传下去 它那个鼓鼓往下传 流传 乐音悠扬 欠武然然 第三二窟除了精妙的音乐演出 还有偏先的舞蹈 它的窟顶 随月而舞的飞天 是佛国的使者 是佛陀说法 到至圣处使 天空出现的精灵与彩虹 洞窟中 无数身姿奇特的舞蹈造像 凝炼成永恒的动作符号 第十二窟 第十二窟就是绽放在石头上的音乐和舞蹈之画 这里是大同市歌舞剧约 演员们正在排练 他们准备演出的剧目就叫 云岗佛国圣典 其中有很多舞蹈动作都来自云岗石窟 咱们这次拍的云岗活国圣典 咱们的季月天就是从这边的元素 考证下来的 我这次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季月天 就是庆祝的时候 就乐师相当于 我扮演就是那个 我现在在找见弹皮疤的那个 今天我是第一次近距离 这么近看见我跳的这个圆形 我觉得给我感觉挺震撼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 而且它这些颜色呀什么的 而且它那种动作和那种神态 给了我挺多启发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演得更好 一千五百多年前 被刻画在石头上的舞动的身影 给过这些演员最直接的灵感 石窟中有许多不曾见过的奇特舞姿 对于他们的来历 演员们并不十分清楚 但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 以足以令他们着迷 北魏 少女们跳着与今天相似的舞蹈 舞蹈中大多数节奏强烈的动作 来自于秋辞和梁州 这些舞蹈 这些舞蹈是随着佛教一起进入平城的 前面你完成得非常好 咱们现在呢 就完成这一段训嘛 随时在 舞剧《云钢佛国圣典》讲的就是充满血性的鲜卑民族 建立北魏王朝 而后开凿云钢石窟的故事 舞剧中有一场戏叫做迅马 这场戏完全是为了充分展现舞蹈形式而设计的情节 它代表了拓跋鲜卑人 气吞巴黄的心胸和能力 历史上的冯太后也深深懂得像驾驭马匹一样 驾驭国家的民众和皇帝 公元486年的正月 44岁的冯太后 终于让19岁的拓跋鸿正式主持朝政 在冯太后的支持下 拓跋鸿清正后继续推行汉化的政策 对残留的鲜卑旧习宣战 这次要改革的是官员们的衣服 按照二圣的旨意 北魏的新官府将仿照中原王朝 一种叫包衣博戴的礼服 包衣博戴原本是汉卫时期德高望重 为人师表的尊者们身穿的一种服装 这种服装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实用 但看起来庄重大方 雍容典雅 无论是冯太后还是拓跋鸿 都对这种服装情有独钟 太后十年 服装改革 服制改革 这个服制改革对中国时刻影响深远而巨大 皇帝穿上当时南朝的服装 上朝 朝鲜 外国 万国 各个使者在太力殿 觐见皇帝 皇帝穿上南朝的服装 所以台和十年 服装改革以后 这英国师父马上就反应 皇家的喜好具有传导作用 它很快就影响到了佛门 本来谭耀武窟中第十六窟的主像 就已经穿上了包衣博戴的汉式服装 而到了云刚石窟的中期 这种服饰就变得普遍起来 云刚石窟汉族化 佛教道想爱族化 给佛像穿上中国的服装 宽大的服装 印度的服装 坦右肩 很热 天气暖和 它必须把这个肉露出来 它才能快的 才舒服的 到了中国不行吧 到中国你必须有改造 所以这个坦右肩的服装有所改造 把这儿就遮了一下 后来又有了各种做法 叫偏衫 欧洲的衣服通肩 但是它那种材料比较飘逸 比较柔软 所以贴身的 欧洲人讲究还是身材的美 那种曲线 他要把这个身材送到出来 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那种薄衣薄带 换他 黄勇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这几年 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他接到的中式服装订单逐渐增多 客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一个是中国传统元素 一个是佛教元素 一个是国际流行的趋势 为了在创作上能够有所突破 黄勇决定到云钢石窟去看一看 你看这里都有眼珠 对 好像是有 应该是有 可能掉了 看那个 一个椎片上 然后你可以一个凤凰的尾巴 对对对 觉得凤凰是吗 对啊 我们就特别好 在云钢石窟 可以看到印度 希腊 鲜卑 以及汉装等各种风格的服装 胡汉杂柔 丰富多彩的服饰 让黄勇他们找到了灵感 看到那个贴金的大火的时候呢 有灵感了 在他的胸部往下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像连台 又像连画的东西 这是我在很多火箱当中 没有看到的 运用到我们这个男装的这个礼仇 我相信我这是设计出来的东西 对于我以前的东西 应该有一个 不说突破吧 至少有一个补充 这是我觉得这次来的 特别大的一次收获 云钢石窟的魅力 直到今天 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以鲍伊博代为气垫 太和时期的云钢石窟造像 从面容上 也越来越倾向于汉人 好人把这种风格 总结为绣骨倾向 以区别于来自异域的 容貌圆润的佛像 未进南北朝时代 汉族的士大夫追求清高脱素 潇洒不群 以清秀为美 秀骨倾向式的造像 是指人物造型的轻取消瘦 未进南北朝时期 人物化的代表画家 陆探威 顾凯之陛下的人物 就被认为代表了这种风格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 云钢石窟中版期的佛陀造像 也开始追求清秀的意韵了 后来就是连面部的神情也变得不一样了 最初的西来的像法是 勇敢的所有形象都是喜悦的 胖乎乎的脸 然后笑容可具 但是后期的造像呢 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 脸条也瘦了 脖子也长了 神情也变得孤傲了 这就我觉得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 特别是可能从道教的一些信仰 渗入到了佛教造像之中 第十三窟是五花洞编号最末的一窟 也是中区最西端的一个洞窟 第十三窟的造像是比较大的 高度为13.5米 在云岗石窟的大佛序列里 名列第七位 这尊大佛像全身绝大部分都以包泥和彩绘 虽然风化得很严重 但从大佛像身上 鹰落之类的服饰雕刻 可以想见他当初配饰的光彩和豪华棋牌 雕骚大佛的工匠们 还给大佛设计了一个立室 有力地拖住了大石佛的巨壁 第十三窟南壁的中层有一排立像 雕刻的是七尊两米高的佛 被称为七立佛 云岗研究院的研究员 云小周 在这里做文物目录核对工作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最到这七佛的 就是东边这两佛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两个佛的面容 和其他五中立像的面容不一样 这种额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面部特征 它是具有写实性的 就是和真人的面部特征相接近了 那么额头和鼻子也不像前五身那个立佛的那样 直挺成坡的那种建陀螺风格 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继续观察 慢慢观察之后呢 发现这两个佛头呢 是后来相上去的 从着这个佛的这个下壳这个地方 有明显的沾接的 佛头的后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离开这个墙壁的 不跟佛身不是一体的 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疑惑 这是什么时候相上去的 为什么要相这两个佛头呀 这两个佛头是什么身份呀 孕小中带着疑问慢慢观察 他发现这个佛头修复得很完美 但风格和其他五尊佛头是不一样的 其他佛头是典型的北魏风格 具有金陀螺艺术特征 而这两尊佛头写实性比较强 这种写实性强的佛头 是在唐代以后 也就是佛教彻底中国化以后 流行起来的 孕小中从文献里 查阅了北魏以后 云冈石窟的修缮记录 认为 补雕这两尊佛头的事情 最有可能发生在辽代的道宗时代 而且呢 我们在这个窟内 就是 同时同时在南北的西侧 我们发现了辽代 辽儿人的一个照相提记 这个提记里边 明确地记载了 就是 契丹人和汉人 官吏和家属 有男有女的 就是一共修了1870宗像 离云冈石窟不远 有一个华岩寺 它也修建于辽代的道宗时期 这个时候 佛像已经中国化了 而在运小钟眼里 第十三窟修不过的两个佛头 和夏华岩寺佛像的艺术特征极其吻合 而且 这两个佛头 一个看起来像是男性 一个则为女性 这个男性的面宽 嘴大 还有这个耳朵长 而且这个女性 鼻子小 嘴也小 很明显的 就是这种男女之相 从北魏开始 佛像的建造 已经有了人佛合一的传统 佛像常常隐喻着帝王 辽代道宗时期 工匠们修复的佛头 最有可能遇至道宗皇帝 而那个女性相 则很有可能 是她的皇后 萧观音 萧观音四岁 就嫁给了辽道宗 她长大以后 能歌善舞 很受宠案 可是 后来遭人告现 被道宗皇帝杀了 若干年后 真相大白 道宗皇帝追悔莫及 也许是皇帝的旨意 也许是几位匠人 自作主张 他们把一张女性化的脸 雕刻出来 当成萧观音 立在象征道宗皇帝的佛像边 自从帝王化身为佛像之后 云刚从来不缺 波轨云厥的宫廷故事 似乎每一尊立佛后面 都藏着说不尽的隐情 公元489年农历四月 拓跋红与冯太后 寻兴方善 这一天是冯太后的生日 祖孙二人携手同行 一派和谐 这一年冯太后47岁 此时在云冈 又有两个连体洞窟在开凿 这就是第五窟和第六窟 从今天云刚石窟的正门进入 踏上十台阶进入山门 迎面见到两座四层的木构阁楼 一山而建 这里就是云刚石窟 编号为第五和第五的两个石窟 这两座木阁楼是清顺至八年 也就是公元1651年 由宣大总督童阳亮修建的 朱虹筑蓝 黄蓝瓦顶 为云刚石窟增添了 非凡的气势和迷人的色彩 进入第五窟 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洞窟和佛像 呈现在我们眼前 人置身其间显得那样渺小 强烈的对比 使佛产生了无比的威严 第五窟的洞窟形制 成绩了云刚石窟 早期工程式的空间模式 洞窟呈椭圆形平面 穷龙顶的空间形式 洞窟正面 一臂凿刻了超过17米高的巨大石窟像 前面又留有足以容纳百人的孔地 高达17米的释迦牟尼佛坐像 盘坐的双膝距离有15米 紧右手的中指就有2.3米长 它是云刚石窟中最高大的佛像 即使在全国的佛教石窟造像中 也名列前茅 这尊17米高的释迦牟尼坐佛 在辽亲的时候 做了包尼彩绘 它光彩照人 是云刚石窟所有后世彩绘佛像中 最好的一个 具佛身后 还有一个图案化的周形火焰背光 直抵枯顶 衬托出佛的庄严 神圣和伟大 这尊云刚最大的佛像 是孝文帝托跋宏 为他的父亲所造的纪念祈福像 当他下令开凿这尊佛像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否经受着煎熬 是否被两种力量 两种情感撕扯 他的父亲宪文帝和他一样 生活在冯太后的羽翼之下 十三岁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为庆祝他出生 宪文帝改年号天安为黄金 又给他取名为宏伟的红 两年过后他被立为太子 而他的母亲李氏被冯太后赐死 失去母亲的他 转而由冯太后服养 他父亲十八岁的时候 因为和冯太后的矛盾 不得不善慰给他 那时候他年仅五岁 父亲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败北 二十三岁的时候被冯太后毒死 一幕幕人伦惨剧 在他为父亲修建云冈石窟 最高大的佛像的时候 一定已经一次次回味过了 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要在献给父亲的窟旁边 再修建一个窟 这个窟是献给冯太后的 他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笑 他要在第六窟里把它光大 从第六窟看 这一时期 云冈的石窟在形质上 出现了重大的变异 受印度的肢体窟影响 工匠们在洞窟中心 遭出直通窟顶的方形塔柱 但源于印度的塔柱上 又出现了很多 模仿木构的汉化雕刻手法 而石窟的样式 也有了前无古人的设计 比如整个石窟四四方方 与其说是一种洞窟 不如说更像是石头里 凿出来的房子 立足多元融合的冯太后 一定中意这样的形质 而孝文帝要用这样的中原 和印度文化相结合的新形质 为杀死他父母的 那个名义上的祖母 在洞窟中演绎一曲 精彩绝伦的笑的华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